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蔫水啸 第八百一十一章 你是哪根葱 莫无忌没有看错 仅仅半炷香的时间不到 农小雨就抓到了机会 青云环炸开一片青色光芒 直接笼罩住了废光 在废光想要撕裂青色光芒之时 农小雨在这瞬间抓住机会 破开废光的领域 施展了一种尽数神通 这道神通带着一种空间禁锢 让废光在极短时间内无法动作 跟着农小雨背后 飞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光芒 这道光芒直奔废光的眉心 论到台下所有的人都清楚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废光死定了 但是所有人都清楚 死定的不是废光 而是农小雨 果然 几乎在这瞬息之间 一道灰色光芒 从轮道台边缘射了出来 速度极快 在这灰色的光芒之后 又跟了一道白光 而不同的是 灰色光芒挡向了农小雨攻击废光的暗芒 而那白光则直射农小雨的眉心 莫无忌心头大怒 果然和言为所言一样 一旦论到台上 自己的人不行 台下就会有人身受暗算 不但如此 暗算农小雨的还是一个仙尊后期 一个仙尊后期 居然暗算一个大螺线初期 简直太过不要脸了 莫无忌一张手 那两道摄像论台的光芒突兀的变相 直接调转一百八十度 忽然轰向了轮道台下一名白面无虚的男子 一道雪光闪过 那白面无虚的男子直接被这两道光芒撕开了脑袋 连元神都无法溢出 直接被射杀 农小雨在看见那两道光芒的时候 心中就充满了绝望 他知道这种事情难以避免 但他却不得不面对 他只希望自己在被射杀之前 能够先斩杀掉废光 但很显然 他的愿望落空了 那两道光芒比他的尽数光影要快得太多了 可农小雨很快就惊喜起来 他发现那两道摄像论道台的光芒突兀的停下来 然后直接倒飞回去 笼罩住他的死亡气息也瞬息消失 几乎就在那仙尊被轰杀的同时 废光的眉心炸开了一道血光 谁敢在天晚天道场的论道台下 杀我何兮行修会的修士 一声愤怒的声音传出来 紧接着 狂暴恐怖的杀势直接碾压了下来 这几乎让所有围在论道台边缘的修士 通通下意识打了个冷战 哪怕是斩杀了废光的农小雨 亦是被这狂暴的杀意 竟得后退了数步 他一时间 甚至不敢捡起自己的战利品 在这狂暴恐怖的杀意之后 一名灰色长发的高大男子 一步跨了下来 人还在空中 但巨大的手印 已经抓向了还在论道台上的农小雨 就是不论这高大男子的杀势 仅仅凭借他周身血腥的气息 便知此人手中不知杀了多少的人 你爷爷杀的 墨无忌毫不犹豫一步跨了出来 人上在虚空 一拳一惊轰了出来 一种压抑的气息和灼热的火焰 在天外天道场整个空间里弥漫开来 如果说 之前整个天外天道场的修士 都被那愤怒的声音和狂暴的杀石碾压 那现在墨无忌的这拳 几乎让所有的人 生出了一种跪拜在地的窒息之感 这一刻 之前那一切狂暴杀石 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有的人都能清晰地看见一个硕大的拳影 拳影被火焰裹挟 似乎撕裂了天地的一切存在 轰向了那名尚未落下的灰色长发高大男子 举声灰尽管还未落下 但他已经看见了墨无忌的拳头 甚至听到了墨无忌的声音 此刻他的心里只有更加狂暴的杀意 哪怕他不认识墨无忌 也知道墨无忌的年龄并不大 一个年轻的蝼蚁就算是晋级先帝又如何 在他这先帝中其面前嚣张 完全不够资格 给我死来 拒声灰愤怒之中 仙人手印不再去抓那农小羽 而是转向了墨无忌 可是下一刻他就呆着住了 他的空间居然被禁锢 他的神通和道远 全部无法突破这禁锢的空间 眼前这人难道是道地 住手 我是河西行修会的长老 拒声灰疯狂地嘶吼 然而这句话只说了一半 就突兀地被顿住 这一刻他终于认出了 眼前禁锢他的人是谁 墨无忌的画像还在宇宙角之外 他根本就没想到 墨无忌的胆子这么大 竟然还敢踏入宇宙角里 墨无忌只是冷笑一声 哼 恶西行修会好大的名头 可惜下不到老子 碰的一声 猎狱拳在撕裂了巨生灰 周身的领域之后 直接轰在了巨生灰的丹田之中 狂暴的鲜艳气息 和鲜艳的猎狱力量 直接将巨生灰轰成了渣子 在墨无忌卷起了戒指的时候 论道台才彻底地坍塌下来 只要不是傻子都很清楚 这论道台就是墨无忌故意哄碎的 震撼中的农小雨清醒过来 他总算想起了墨无忌是谁 如果说此前宇宙教传闻 墨无忌曾经斩杀过神族道地 农小雨还颇有些怀疑的话 那现在他绝对不会再有半点疑惑 哪怕是道地 也无法一拳轰杀一个先帝中期 对河西行修会的巨生灰 农小雨可是太熟悉了 先帝中期强者 在宇宙教不知杀了多少人族强者 而刚才他被墨无忌一拳毙命 这墨无忌到底有多强啊 难怪在先界时 他就听说三个大先帝和一个准帝围杀墨无忌 结果还没有成功 农小雨很快清醒过来 随即他毫不犹豫一道火焰 轰煞了废光的元神 将废光的戒指收入囊中 哪怕墨无忌猎语权的威势已然消散 天外天广场仍旧是寂静一片 不但农小雨知道聚生辉 宇宙教谁人不知呢 现在河西行修会的先帝聚生辉 被墨无忌一拳干掉 这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清楚 接下来的宇宙教 恐怕要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多谢墨前辈相救之恩 农小雨赶紧走了过来 对墨无忌攻身行礼 墨无忌一拨手 待会再说 你和英伟退后 墨无忌话音刚落 十数道身影已经从天而降 将墨无忌团团围住 和第一次墨无忌斩杀神族少主 和三名先帝是不同 这次墨无忌刚刚杀了一名 河西行修会的先帝 就跟来了一堆的强者 墨无忌知道 这是因为这些家伙 外出寻宝已经回来了 上次他来的时候 只是运气比较好 很多强者并没有回来 神族还是因为少主被杀 史观重大 所以才来了一些先帝 墨戈主 你在宇宙角也非无名之人 为何二次回我宇宙角都论到台呀 说话的是一名身穿黑衣的老者 在墨无忌看来 也不过是个大先帝罢了 你是哪个从 墨无忌冷哼了一声 他的神念已经将围住 他的十几名家伙全部扫了一遍 全都是先帝 三名先帝后期 一名大先帝 剩下的就是初期和中期 墨无忌是大新帝 看不起这些歪屁股的家伙 论到台上 别族强者直接对论到台上的人族动手 也没见这些家伙跳出来 说出半个字了 说心里话 这些人围住他 墨无忌还是真不在意 别说他现在还有袁墨 这个几乎相当于道地的帮手 就算没有 这些围住他的家伙 也不够他动手的 他在星空斜海岛遇见的对手 是什么等级 那都是相当于道地的存在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道地 一般的道地 可无法在星空斜海岛 成为大地 割据一方 一起动手 杀了此料 感受到墨无忌的嚣张 这黑衣老者 等时怒吓 事实上 不但是这名大仙帝修为的黑衣老者 围住墨无忌的十多名仙帝强者 亦是全部祭出了法宝 哄向了墨无忌 权墨 你帮我略证 我一人足矣 墨无忌抓住半月中计 一边说着 一边洒下漫天的狂杀激芒 如果这十多名仙帝采取困阵的手段 或是采用合击的手段 墨无忌也许还会忌惮一二 但现在 这些仙帝全部各自为阵 在墨无忌看来 那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在祭出大漠神通 神通化为漫天几芒阵极之后 再次轰出漫天雷弧 这是墨无忌的雷系神通 凭空惊雷 他进击先帝之后 雷系法际演化为神通 其中第一是雷系神通 便是这凭空惊雷 强大的漩涡领域 笼罩住这片空间的时候 每一个轰击墨无忌的先帝 全部都察觉到了 这一刻 他们就像陷入一个 巨大的大漠泥潭之中 在这大漠泥潭里 到处都是狂舞的几芒飞沙 还有漫天的雷弧 身穿黑衣的大仙帝 第一个感觉到不对劲 墨无忌的实力 比道地还要强 他们这种无头苍蝇般的围攻 绝对无法伤到墨无忌 大家听我号令 黑衣大仙帝刚刚说出这几个字 一道死亡气息 便铺天盖地锁定住了他 他感觉自己的生机正在急速溃散 他甚至看见了灰色的死亡之云 这是什么神通 黑衣大仙帝心神俱阵 他修道至今 还从未见过死气如此可怕的神通 这是生死轮 墨无忌的声音传来 接着 这名黑衣大仙帝 便见到一道灰白的八卦手印 慢慢融入他的生机之中 无影无形 连捕捉的机会都没有 一种更加灰白的死气涌上心头 这黑衣大仙帝 甚至感受到整个灵魂 都在疯狂地溃散 大家用八仙捆杀阵 黑衣大仙帝 终在临死前反应过来 他疯狂燃烧精血的怒吼 同时燃尽了自己的一切寿源 挤出了方罗 哄向了墨无忌